美国精英VOA卫视时事大家谈 好莱坞的一部荒诞喜剧 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索利不安 制作方索尼公司遭受黑客袭击之后 因为恐袭的威胁一度放弃 这部影片的发行 这场好莱坞戏言要刺杀金正恩 搅起的网站 导致美国和朝鲜紧张关系不断地升级 朝鲜否认攻击了索尼 而且扬言要对美国发起更大的对抗行动 美国则表示 由朝鲜黑客的确凿证据 并考虑将朝鲜再度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 朝鲜近日神秘地陷入全国性的网络瘫痪 使得这一场纠纷更加吸引眼球 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 我们就围绕这个话题 请时事观察人士就美朝关系 网络安全 还有中国在美朝对抗之中的态度进行分析 好 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嘉宾 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 和我们在一起的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 陈奎德博士 另外一位是独立时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 曹长青先生是从skype 从佛罗里达参加讨论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来参加这个节目 好 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打电话 参加节目的讨论 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再说一次400-120-0551 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 也都请拨电话来参加讨论 那么好 我们现在开始今天讨论 陈奎德博士 我想先请教一下您 就是说大家都就是这次朝鲜攻击这个索尼公司 能让索尼公司陷入很大的麻烦 那么你觉得这个说明了什么样 朝鲜具有什么样的攻击能力 这个就说明了过去世界国际社会 对朝鲜的网络技术能力还有所低估 当然了 大家知道 朝鲜的它的所谓的电信工程 它都要是经过中国网络 然后再到新加坡 然后再到泰国 然后到加利维亚 然后再弄出来 但是不管怎么说 不管是它受到中国的 或者是俄罗斯的一些技术上的援助 或者培训等等 但是它目前还是具有了某种 能够破坏外部世界的网络的 这样一个hacker的攻击能力 这是值得大家注意和警惕的 这样一个小国 它很多国民都根本不可能用 没有办法用网络的 结果它能够对全世界的 这么大的国家的网络世界 造成这样大的危害 这个是值得警惕的一个事情 那么我谈到这里 就是说它这个国家 在网络使用方面的落后 我看到今天影片文章里提到 具体数字我忘了 就是说朝鲜整个国家的 这个IP的地址的数量 加起来还没有纽约某一个街区的 这个IP地址数量多 就是说它使用互联网的人非常少 那么接下来带出另外一个问题 想请教一下在佛罗里达州的曹长青先生 曹先生 我看到一篇文章里提到 就是说索尼公司因为黑客进行威胁 说要搞恐怖活动 恐怖袭击 如果你要放这个电影的话 所以电影公司还有电影院线 都取消了放映 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 其实在美国也引起了一些争议 有一个专栏作家在纽约时报上 写了一篇文章 他这个文章的标题是 索尼黑客事件 佐证好莱坞衰败 其中提到了一点就是说的是 就是为什么像这样一个贫穷的国家 这样一个就是连老百姓 连饭都吃不饱的国家 他们这么一威胁 都能左右美国人 愿不愿意去电影院看电影 敢不敢去电影院看电影 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当然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现在好莱坞 很多公司不发行这部电影 这我觉得好莱坞代表了一种怯懦 那美国总统欧巴马 对此进行批评了 因为索尼撤回这个电影是错误的 因为面对这个北韩朝鲜 这样来在本国压制新闻和表达自由 那么现在一把手伸到海外 对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一个电影公司 这样用黑客袭击的话 这种方式不可接受的 那好莱坞的演员也好 美国的电影院也好 应该来捍卫美国的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和表达自由 那今天北韩说 因为你这个丑化我们领袖 在这个电影发行之前 就说你要发行这个电影 就意味着一场战争 但今天你看在美国 在英国 在西方国家 有很多自己制作的 这个嘲讽自己国家领袖 总统的电影 你看几年前美国排的 那个尼克松的电影 那每个尼克松的家人 你认为是丑化自己的尼克松了 那2012年排的那个铁娘子 那个英国前首相撒切尔那个电影 撒切尔的家人女儿都认为 对他母亲是丑化的 我看那个电影 我也是认为他丑化的 那奎德也写过评论文章 对撒切尔逝世之后 那根据我们看到的事实的话 那跟事实不相符的 但是美国英国 哪里的民众或者其他机构 都没有行政的手段 或者黑客的手段 来袭击这些个电影公司的话 这只能交给电影评论 大众来评论 那今天朝鲜用这种方法 来制止这个西方的言论自由 这是不可接受的 所以现在这是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说 欧巴马政府谴责了 但这种事情的话 因为是另外一个主权国家 对美国商业公司 商业公司有什么力量 说必须美国政府要出面的 采取措施的 因为那个北韩说 这是想战争 那美国就应该把它 作为一场网络战争 来演出这一场 来捍卫美国的商业自由 言论自由 表达自由 我们知道就是星期二 朝鲜出现了将近十个小时 全国性的网络瘫痪 那么现在大家有很多的猜测 那么美国方面是否认 制造网络瘫痪的事实 但是朝鲜是指责美国 那么现在外界有很多评论 觉得有可能是美国 也可能是中国 也可能是朝鲜自己扮演苦肉机 那么秦国德先生 您的分析 我觉得恐怕还是外界的 对它进行惩罚性的 报复性的措施 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至于哪个国家承认不承认 我觉得这个东西 某种意义上 这个报复或者说惩罚 还是某种震荡的 因为你已经侵犯了 其他国家的言论自由了 而且用了这么恶劣的 网络黑客攻击手段 所以我现在因为没有资料 不能判断说究竟是美国 还是中国 或者朝鲜之身 我们没有资料 我们不能做这个判断 但是我倾向于从直觉上感觉 还是其他的 就是说受到损害的国家 或者人民 他做出了一种自发的 一种反惩罚性的反应 这是一个 不过就是说 这种事情提醒注意的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要强调一点 就是对于这样一种 朝鲜这种流氓式的 用黑客来攻击其他国家 要压制 甚至其他大国的言论自由的时候 不能够姑息 不能够容忍 不能够说退缩 退缩的话 这个国家 它这个恐怖气氛 它就会笼罩 越来越笼罩的 所以必须给予某种反击 让它 因为我想反击 在其他国家 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不能怕 因为就是这个 我想 梭利公司当时 是准备撤下这个电影 撤下所有广告 现在决定 在明天圣诞节当日 开演这个 我说这是非常正确的决定 必须不能姑息 不能够示软 不能对他们让步 如果让了步的话 这个天下就没有办法收拾了 我想提到一点 就是刚才我说到 就是说有人分析 是不是美国的报复行动 这个报复行动 不一定是说美国政府层面 而是说也可能是 美国民间行为 现在美国有一些 黑客自己的组织 就声称对朝鲜 这个全国性瘫痪负责 但是谁也不知道 网络攻击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它确实是很难 追踪 就是莱坞隐区 对 我想请教一下 这个曹长青先生 您刚刚提到 就是说奥巴马政府 是不是在这个方面 对朝鲜的态度方面 不够强硬 那么就是说 美国现作为 事项最强大的一个国家 当然有人批评 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面对 这么一个贫穷的国家 都会让他们左右 我们能不能上电院 去看电影 这是另外一方面的事情 就是说 从整个的国家实力来讲 朝鲜和美国 根本就是不可同仁而语的 那么美国是不是应该 采取那种 真正的强硬的那种手段 去对付这样一个国家 那么朝鲜能搅起 什么样的这个祸端 当然我觉得美国 应该采取强硬的手段 有些刚才奎德说的 那现在如果是个电影院 就会不敢放电影了 下一步 朝鲜是不是会停止的呢 它会得寸进尺吗 如果今天它认为一个电影 它就可以袭击电影公司 让你让步了 妥协了 屈服了 下一步 那一张报纸 它说纽约时报 不可以登这篇文章 它会攻击报纸 报纸屈服了 下一步出版社 也不可以了 下一步电台也不可以了 在明天 它说美国之音 播这个节目不可以了 我们这个讨论不可以了 然后美国之音 又黑客袭击了 这要下去的话 就没完了 说美国必须采取 强硬的措施的 那现在欧巴马 这次表态是非常好的 但是问题是 欧巴马以前的 这方面信誉是有问题的 他说了很多话 不执行 什么像叙利亚问题 画了红线了 自己画的红线也不执行 被认为是言而无信的 缺乏信誉的 那这次就看 欧巴马是说的空话大话 还是真正采取行动 要观其言看其行的 好 陈国立先生 我们知道这次 美国朝鲜之间 发生这个纠纷 那么美国是接触了 中国方面 要求中国协助 美国来处理这件事 那么你认为 到迄今为止 中国的态度有什么看点 中国态度目前看来 是首属两端 比较犹豫不决的 并没有说是正面的回应 说是我们要帮助 美国来清除 关于黑客攻击的事件 但是我想 从目前的 中国的外交态势来分析 他是和金正恩的政权 越来越离得比较远了 越来越冷淡 自从他上台以后 习近平和金正恩 从来没有见过面 但是他和南韩 已经有多次 总统有多次见面了 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内心的 实际上的 对南北韩之间的 亲疏的态度 已经很清楚了 但是中国因为有历史上的 重大的包袱 中国共产党的政权 在历史上的重大包袱 所以说 他对这个北韩 还是首属两端 还是犹豫不决的 我觉得中国政府 在这个时候 要往前走一步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如果你再纵容 这个北韩 做这种非常的 完全的违反任何 国际游戏规则的 这样一些事情的话 包括他的核武器的问题 如果不对北韩 施以强硬的颜色的话 将来中国还要有 很多很多的外交上的麻烦 是的 中国一直强调的就是 一直说的一个理由 就是怕北韩 朝鲜如果而乱了的话呢 会造成大量的 经济难民涌入中国 但是这一个应该是一个 不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对他来说 但有人就分析说 可能最重要的原因 还是害怕 如果就是朝鲜要垮了的话呢 可能呢就被南部统一了 那么就成为这个美国的 这样一个盟国 美国可能就 就会直逼到这个中国的边界线 这样的一个家门口的 这样一个事情 这个我们原来说 有这样子的说法 不知道曹先生 您怎么样看这个事情 当然一般西方专家 大家都这样认为了 中国政府在过去这些年 对朝鲜问题 就是不能完全地纵容 但是又不能完全地制止 那为什么不能完全制止 希望这个朝鲜的存在 能够导致中国和美国之间 有个讨价还价的棋子 把它作为棋子的 另外又不能完全地纵容 如果朝鲜做得太过分的话 又影响中美关系 所以中国政府在过去 都是在这两极之间摇摆 那真正的问题就是 就像刚才你谈到 中共政权担心的是 北韩政府一旦垮台了 南北韩统一了 变成民主的一部分 变成世界潮流的一部分 会影响中共在中国的 一党专制的 这是最根本的恐惧 所以他继续在支持北韩 今天我们说朝鲜的问题 根本是个中共的问题 没有中国政府背后 撑腰 北韩撑不下去的 因为它的粮食 石油 能源等等 70%到90来自中国 如果中国真的制约的话 北京真的制约的话 平壮政权是难以维持下去的 所以今天这个现象 包括索尼公司被黑客袭击 关键就看中国的习近平政权 到底是站在这个世界道义 道理这边 公益这边 纳入国际轨道 还是继续和北韩站在那边 是这个选择的问题 好 那么我们现在接听一些听众观众的电话 听听他们有什么看法 我们首先请来自陕西的习先生的电话 习先生您好 喂 您好 您好 说到网络攻击的话 无疑对全世界威胁最大的是共匪集团 是共匪 朝鲜金胖子家不过就是跳梁小丑而已 与共匪造成的危害相比是完全可以忽视的 我们说中国共产党是毒害全人类的恶性病毒 病毒瘟疫只有通过不断的蔓延才能生存 中共也是一样 你看他现在搞的什么两代一路 什么亚洲自华去 说白了就是用经济手段侵略和绑架别国 扩散红色病毒并且毒害全世界 他现在完全有能力这样做 因为美国形同虚实的信息安全环境 给他提供了大量免费的科技成果 为什么中国的企业能够能拿到大体的海外订单 由于技术都是偷的 偷的又是最先进的 所以就节省了大量的研发成本 从而在与同行竞争当中 就可以把价格压得非常非常低 轻轻松松的就能打败任何对手 现在共匪在工业技术方面 军事技术方面 已经可以和美国全面竞争了 美国装备F2-22 共匪马上是非加尔廷 美国是不是 山西的习先生 对不起 打断您 因为我们这个 离我们的话题稍微有些远了 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 列了很多这样一个例证 谈到这个知识产权方面的一些问题 等等 那么接下来听一下 北京郝先生有什么看法 郝先生您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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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听两个问题 听两个问题 第一个 非欧这个卫视的主持人和有关嘉宾 对中共的博力言论 是否会引起中共 对你们和亲朋好友的 报复性的加害 你们担心这个问题吗 第二个 我们这个老百姓如何获得 VL的卫星电视接收器 谢谢 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 有提供这个卫星电视接收器 我们只有提供这种技术参数方面的东西 接收器可能我们现在还没有 这样的能力给大家提供 那么陈先生 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或者观众朋友谈到了 就是说有没有这种担忧 就在媒体上发表这个评论 我想所有的中国人 不管是在中国海内还有海外的 恐怕都有一些担忧 因为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说 不过这个担忧 是对于个人家人或者怎么样 都有些担忧 但是还是有些话必须要说 有些事情必须要做 而且中共它也目前 也逐渐地明瞭了 整个世界的力量对比和世界大势 据我观察 它做得还不至于过分 就是说过去曾经在80年代以后 中共已经改变了过去的所谓的 珠联的制度 对家属 这些珠联制度 在前一段时间有所回复 希望将来它还会明智地 按照国际的游戏规则 我国际 对 您谈到这一点 就是说关于言论方面 是什么就带出 还是这个事件导致 引发的这样一个争议 其中就有这种 是不是制片公司 现在自我审查这方面的这种争论 就是现在你受到恐怖威胁了以后 把这个电影就撤下来 电影院现在也不敢放了 那么电影公司说你也不放了 我也怕到时候 如果要电影院出了这个事情的话 对他们的伤害会比较大 他们宁可不做这个事情 所以呢 就像这样的小小的威胁 不能说小小威胁 就是说像这样 类似这样的威胁 会造成各种方面这样的影响 在言论方面 还有在这个商业方面 都会有影响 那么曹先生 您怎么看待 应该怎么样应对这样的问题 你不是说总统就可以下令说 你不能不演这个电影 当然了 我刚才这位国内听众打电话来 他提了这个问题 今天谁都感到这个威胁的问题 来自专制的力量 来自朝鲜 来自中国政府 你说了真话怎么样 但是今天在自由世界的人们 必须要坚持一个底线 就言论自由的底线 我们在自由世界了 再不说话 那今天在中国国内的人又怎么办 刚才你看那国内那个听众 中国大陆那位听众打电话 他在中国那种环节上 都敢勇敢地说话 批评这个中共的专制 那在海外更应该自由说话了 但是当然是有威胁的了 现在这海外很多的民运人士 异议人士 过去二十多年来 天安门事件之后 都被列入黑名单 他家人啊 去世啊 生病啊 都不可以回到中国探亲 完全剥夺了这个中国公民的 这个亲人的这个探亲的权利 完全没有人道主义的 但是面对这些威胁的话 威胁者主要就想让你让步 让你屈服 让你恐惧 面对这个必须要敢于挺身处 捍卫这个言论自由的原则 如果每个人敢于捍卫 包括好莱坞 包括美国的公司 美国的报纸电视 包括影院 都来放映的电影 敢于说真话 坚持这个自由的原则 表达自由的原则 那么那些威胁者就可能让步 因为他的威胁不起作用 好 我们现在电话上 有相当多的听众和观众 希望能够参加讨论 我们再请一位安徽的徐先生 来参加节目 安徽的徐先生您好 喂 安徽的徐先生您好 您好 请讲安徽徐先生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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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回复 刚才那个山西的那个同志 说的两句话 不要刚口地口 就是什么共匪啊 什么玩意儿 什么共匪啊 好的 谢谢安徽徐先生 请您讲您的问题 我们在这里 先不讨论这方面的事情 我们时间有限 请讲 喂 好 接下来我们再请辽宁的徐先生 辽宁的徐先生来参加节目 徐先生您好 喂 您好 您好 我呀 私下那个就是 今天这个网就是那个电影嘛 其实吧 也是让更多 就属于不了解 这一项的一些国民啊 包括我们大陆的 就是要那些没心情也能清醒 也能当更多的人能够呢 对那个赌产能够抗争 我是那么认为的 好 谢谢您 接下来再请河北的严先生 河北的严先生您好 喂 河北的严先生您好 河北的严先生您好 河北的严先生可能已经等的时间太长 已经挂断电话 那么我们再请吉林的李先生来参加讨论 李先生您好 你好 你好 喂 是我吗 是 你已经在我们节目里了 你好 你好 我那个有个问题想 询问一下你们那个家里 陈奎德先生 就是那个金拉伟博 署名是陈奎德的 那个账号是 是你开通的吗 不是我开通的 不是我开通的 那个是已经披了谣 我记得美国刚才做了节目 我最想说一下 就是那个朝鲜 关于朝鲜的网络攻击 它与中国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朝鲜如果攻击了美国 美国应该能发现到 因为美国的地图 努必朝鲜献金虚度 好 谢谢您 吉林李先生 我想问问曹昌金先生 为什么这次美国朝鲜 这个网络战 美国希望中国的协助 那么这中间有个技术问题 大家刚才没有提到 实际上朝鲜的所有的 跟外部网络事情的联机 都是必须通过中国 是吗 那么请曹昌金先生来评论一下 当然美国这个希望是有道理的 有两条 第一条 历来都是美国希望中国 能够对朝鲜 施加一定的影响 来制约他一节胡法 胡作非为的行为 以往的这个六方会谈 都是这个意图 这个战略 那这次是过去 这个想法的继续 第二就是刚才你提到的 因为北韩朝鲜的话 它的这个网络 这个技术能力相当有限 它的科技能力 那中国的科技能力 又非常发达的 尤其是包括 美国曾经向中国政府抗议过 就是中国有个解放军的 网络部队 那个黑客袭击美国 那欧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 在见面的时候 曾经谈过这个问题了 提过抗议的 要求中国制约解放军的 这种黑客行为 说这两个都是导致了 美国政府希望在这次 朝鲜黑客袭击行动中 能制约北韩 这个提法我觉得是合合逻辑的 陈贵德先生 我想他这个美国的 因为上次他有一个连续性的 过去中国有 有我们的黑客攻击 而且从上海的具体的 哪个部建筑 哪个部队都 而且点名了好几位犯案人员 美国是通缉的 这样一个行为 所以说这方面我想中美之间是有非常多的交道的 就是抗议向对方提警告 因此美国了解相当多的情况 他要找中国来制止朝鲜的这种非法行为 是有他的道理的 不是说是随便找一个国家 当然是有他的道理 是会不会有这样一个考虑 就是说希望在跟朝鲜打交道的时候 都知会中国 就说的是不要绕过中国去做这个事情 因为顾及到中国和朝鲜之间的这种特殊的关系 当然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但这一次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我记得他在回答这方面问题的时候 他也在躲避这方面问题 他提到一点 他就似乎有这样一句话 就华春莹 讲说这个事情你应该去问 因为他们两个人之间 两国家之一 中美两国之间 就是朝鲜和美国 美国和朝鲜之间的事情 应该去让他们去了解 那么中国这一次在这个问题上 表现得似乎有一些 就是模糊不清的这样 他也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而且我觉得他现在也没有做一个明确的决策 我注意到中共最近一段时代 对朝鲜政策的变化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是得到 上层的全部的共识 所以说我估计他们现在还是在 内部也在讨论过程之中 我是这么直觉地感到 那么还有听众或者观众 河北张先生请简短发言 张先生 喂 河北的张先生 河北张先生 请讲 河北张先生请您讲话 你是曹昌星吗 你是曹昌星吗 请您讲话 我们可以听见 请讲 我说我问你问题啊 早上看他在市民看着你 你这个管家 我就说 那个 好了 我们连这个影连这个影连这个影连 杀金正恩 朝鲜不高兴 要对这个事情平时起 你做到 说朝鲜不必改 我想跟你谈讨一个问题啊 如果 你管理这个人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原来干什么都干什么 哪怕伤害到别人的利益 也是可疑的 别人不应该 毕竟所谈到此审视报 你是这么管理的 张先生的口 他是个不大听 口音不太清楚 张先生 如果明天 你听懂 如果明天我在望尔生 把你麻的涂纳 跟他斗的涂纳 整理 整理你可不够杂定啊 大概知道您意思了 何北张先生 因为何北张先生的口音比较重 还有一个讲时间比较重 我们没有太长时间了 张先生就请您先讲到这里 曹先生刚才张先生提 似乎是像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大概就意思就是说的是 如果哪一天 别人在网上要说你的话 你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听清楚的 比我更多一些 曹先生 听不太清楚 但是根据你说的意思的话 不管谁对什么讲 在网上在哪里 言论只能用言论来对付 思想只能形成市场 不肯用行政的手段 不肯用黑客这种不法的手段 今天是我们说 西方言论自由最重要的是 言论可以对言论 各种言论都可以发表 你包括我刚才提到了 美国排过两部电影 被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对这个英国前首相撒切尔 都有被认为家人 被用什么丑化的 这个抹黑的这样一个电影 但照样可以发行 包括这个铁娘子电影 然后赚了大钱 投资一千四百万 就赚了一亿多美元 说这个必须要保护 这个言论自由 是美国这个西方自由 民主制度 宪政制度的一个根基 必须要保护的 说今天这个朝鲜 袭击这个索尼公司的事件 是不可容忍 不可接受的 好的 谢谢曹先生 那么时间已经到了 这次有关这个美国和朝鲜 掀起网站 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不过呢 请您不要走开 接下来我们会讨论 另外一个热点问题呢 是美国国内的问题 就是纽约的警员遇害 是否会让美国的 种族冲突升级 那么请您锁定 收看美国这些VOA 卫视的时事 大家谈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会来